而回到台湾失去了世界第一高楼的光彩 101的发引人昨天表示没有关系 因为目前101已经申请世界最高的绿建筑的认证 在明年也就是民国100年就渴望转型 然后成为世界第一高的绿建筑了 而且今后的观光行销上面 台北101还是台湾的地标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台北101要做出自己的品牌特色